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 您平时不收穷人家的药钱 儿子可以理解 可是 可是我把太医院的官辞了 你就想不通了是吗 师父 您真的辞官了 在太医院这几年 保揽了皇家珍藏的许多遗书 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编写 本草纲物的决心 师父 你让剑园收拾行李 这是要去哪儿啊 踏遍大江南北 寻遍中原大地上的本草 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父亲这是 只有亲身经历过 才能走出现存古迹上 密误百出的老路 旁县愿意跟随师父一起去 还有我 包袱可是我收拾的 既然医书不能尽信 那就让我们走上寻访本草之路 自己去检验吧 是 父亲 我们到武当山了 剑园 你可听说过武当山上 有一种神秘的花草 什么花草 它早开一盒 名叫曼陀罗 相传吃了之后会让人守武足蹈 甚至还会陷入麻痹状态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竟还有这种神秘的花草 我们分头去找 好嘞 找遍了都没有 看来我们与曼陀罗花无缘呢 父亲 您看 曼陀罗花 师父 不能吃啊 万一中毒怎么办 螃蟹 你还记得当初我为什么要重修本草吗 李时珍大夫 您给评评礼 放开我 我没错 这是怎么了 这个江湖骗子开药治死了我的父亲 我冤枉 我真的冤枉 领尊吃过的药可留有药渣 有 这证据我都好好地保存着呢 可否给我看看药方 药方上有黄金 可是药渣中却没有 犯到多了一味不知名的药 这你也能闻出来 哼 它可是神医李时珍 你在哪里抓的药 我们去看看 就是这家药铺 掌柜的 抓一两黄金 这不是黄金 是钩纹 钩纹 你不要胡说 这两味药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可大了 黄金是补药 而钩纹却是剧毒之药 怎么可能 这明明就是黄金 怎么会有剧毒呢 不信你们看 书上就这么写的 其实它也没错 在本草别路中 黄金和钩纹是混为一坛的 什么 补药和剧毒之物竟然混为一坛 王我大明 竟然连一本可用的本草书记都没有 可笑可笑啊 父亲 你死的可真冤呢 先生 可还收图 不收 先生 您就收下我吧 先生 您就收下我吧 你为何要拜我为师 刚才我见先生 只不过一看一闻 便可区分 旁人难以分辨的勾文与黄金 想必是不凡之人 我从小就对一礼感兴趣 立志要做一名良医 还望先生收我 嗯 您有志向很好 但还是去找其他的老中医 拜师学艺吧 当今世上有关本草的古籍混乱不堪 谬无百处 连草药与毒药都分不清 先生 难道您不想重修本草吗 你刚才说什么 重修本草 你叫什么名字 螃蟹 记得以后喊我师父 是 师父 是 至今还未有典籍记载过曼陀罗话 我不试试 又怎么能知道它的药性呢 快记下 少请昏昏如醉 窗酒火 已先服辞 则不绝苦也 是 父亲 父亲 你中毒了 螳蟹 拿大豆来 拿大豆干嘛 本草书上记载着 大豆能解百药毒 师父 师父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效果甚微 再试试调和版药的干草 那 父亲 您怎么样了 没事了 看来单独使用大豆是难以解毒的 可再加上一味干草 就有良好的效果了 父亲 您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为父心里有数 这不是没事吗 就这样 曼陀罗花第一次作为草药 被写进本草纲目 书中对它的麻醉功能 进行了简明的阐述 这在明朝以前的医书中 从未曾记载 神秘的曼陀罗花 就这样被李时珍解开了面纱 李时珍历时27年 终于完成本草纲目初稿 后又经历十年时间 进行了三次修改 令人遗憾的是 史料记载 年迈体并的李时珍 没能等到书稿印制完成 便带着放不下的牵挂词室 留给后人一部不朽的剧作 后来 本草纲目被誉为 东方医药据典 举世闻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